6月10日 格力电器发布关于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空调产品的举报性 指出奥克斯空调价格便宜但耗电量很大 产品与其宣传 标称的能效值差距较大 能效比和制冷消耗功率的检测结论均为不合格 奥克斯随后作出回应 奥克斯表示 对于格力的不实举报 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并将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 依法保护公司合法权益 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当日晚间 格力电器再次发微博表示 用事实说话 我们已准备好充分证据供监管部门调阅 并视情况事实向社会公布 紧接着 奥克斯的微博也更新了一条信息 证监将说 欢迎监督 共同营造民族品牌质量声誉 证监将为奥克斯董事长 家电产业观察家 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张建峰表示 格力电器举报同行产品不合格的行为 从行业健康发展角度来看值得肯定 但具体到公开实名举报的方式 有待商榷 格力电器在举报信中称 有消费者曾反馈奥克斯空调价格便宜 但耗电量很大 经实验室实测 奥克斯生产的部分型号空调与其宣传 标称的能效值差距较大 经第三方机构检测验证的结果显示 相关产品能效比和制冷消耗功率的检测结论均为不合格 格力电器认为 生产销售不合格空调产品的行为 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涉嫌构成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且销售金额巨大 格力电器指出 目前上述产品仍通过主流电商平台及实体卖场销售 举报信称 格力电器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实名 举报奥克斯生产销售不合格空调产品的问题 随后 奥克斯发布声明称 格力既非消费者又非国家监管部门 其声称消费者向其举报公司产品问题 明显不合情 不合理 漏洞百出 正当68空调销售旺季来临之际 格力采用诋毁手段 属于明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奥威云网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奥克斯空调线上销量增长56% 格力空调下滑11.6% 奥克斯表示 对于格力的不实举报 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并将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 依法保护我司合法权益 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格力要对举报性内容负责 若情况属实 销售不合格产品属违法行为 家电产业分析师梁振鹏认为 北京智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也认为 如果举报属实 奥克斯属于已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至于格力提到的能效问题 张建峰认为 能效比等关键参数需标示行业多年的顽疾 但实际生产环节的数据与实验室数据有一定范围的误差也属于正常情况 格力此次举报奥克斯属行业大事 或将引发连锁反应 家电市场将引来新一轮全国质量大检查 恩怨已久 董明珠多次喊话奥克斯 并有专利纠纷 格力此番举报奥克斯 并非双方首次骄傲 尔哲恩怨已久 据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网显示 2017年11月 该院就格力电器起诉奥克斯侵犯使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进行了庭审 格力起诉称 其是名为一种空调机的室内机使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 奥克斯与广州京东贸易有限公司生产 销售 许莫销售的八个型号空调产品 涉嫌使用上述技术 涉嫌落入了涉案专利的权力要求保护范围 涉嫌构成专利侵权 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侵权 奥克斯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合计4000万元 奥克斯辩称 涉案专利权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副审委员会宣告部分无效 应该专利权处于不稳定状态 法院应当驳回原告起诉或终止本案审理 奥克斯公司生产的倍速产品使用的技术未落入原告的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 不构成侵权 被告京东公司则辩称 作为销售商 其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知道倍速产品是否构成专利侵权 且倍速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 2018年4月 上述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认为倍速侵权产品落入原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奥克斯公司提出的技术抗辩不能成立 判令奥克斯立即销毁库存侵权产品及制造侵权产品的专用目具 并赔偿格力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4000万元 同一天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还宣判了格力诉奥克斯侵犯其他五项专利权案件 其中在三起案件中 奥克斯被认定为不构成侵权 其余二起案件 奥克斯被认定存在侵权行为 被判按照格力诉请的全部金额600万元进行赔偿 一审宣判后 奥克斯上诉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 2018年7月17日 最高法发布了奥克斯和格力电器之间的 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二审明是裁定书 裁定书显示 驳回上诉 维持原裁定 除了专利诉讼之外 今年以来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奥克斯表达不满 认为奥克斯挖格力人才 专利侵权 据公开报道 2010年起 奥克斯通过各种方式从格力电器挖走了300多位研发 质检等部门的核心骨干人员 力求壮大自己的科研队伍 随后 便有格力电器起诉奥克斯所售卖多型号空调侵权 而早在2015年6月1日的格力股东大会上 高票获得连任的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曾透露 截至目前 格力已经被竞争对手A1挖走600多人 超过了培养人的速度 已经严重影响到格力的创新积极性 并且希望政府能重视此类事件 尽快出台类似人才转会的制度进行规范 今年1月中旬在格力电器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问答环节中 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曾表示 千万不要给我讲奥克斯 我们的销售 每天安装 都是在七八万台以上 从安装数来看 我们认为格力的经营情况非常乐观 第二个 为什么不让提奥克斯 它比美的更糟糕 因为美的原来在我这里挖人 现在已经不挖了 现在奥克斯天天在我这里挖人 连工人都挖 甚至我的人去了他那里还要更名唤姓 这是我现在的心情 偷了我们的技术 而且弄虚作假 在年初的2019年中国智能制造全产业链应用大会上 董明珠也曾表示 格力空调十年之内老大地位不会变 不用看奥克斯与小米 因为不在一个层面 一家企业依赖于别人的技术 或者不择手段去抢劫别人的人和技术的时候 即使今天能活下来 明天也依然会死 今年以来 国内家电市场消费增长乏力 一季度 国内空调市场规模微涨 据中夷康提供的数据 一季度 空调市场零售量 零售额累计增幅分别为7.4% 4.5% 在价格方面 空调市场再次出现时隔多年的价格乱战 均价同比增幅成负数 据中夷康监测数据 2019年一季度 空调线上 线下市场均价同比增幅 分别为负-0.1% 负-1.4% 在此背景下 空调厂商的业绩增长存在压力 天峰证券言报称 格力电器一季度收入增速放缓 营业收入405.48亿元 同比增长2.49% 规模净利润56.72亿元 同比增长1.62% 据产业在线数据 格力电器一季度空调销量为1179万台 同比增长0.2% 其中出口423万台 同比下滑5.2% 内销756万台 同比增长3.4% 天峰证券还认为 由于企业之间的主动竞争加剧 在一季度降价促销中 格力一季度面临一定竞争 具体到格力和奥克斯 双方在市场上的竞争态势也处于微妙变化中 据中仪康发布的2018年度空调人气排行榜显示 在线下市场 格力依然是空调市场的龙头老大 2018年线下市场零售额排名前三的空调品牌为格力 美的和海尔 其份额分别为37.6% 24.5%和11.5% 而在线上市场奥克斯表现更强一些 2018年线上市场零售额排名前三的空调品牌为美的 奥克斯和格力 其份额分别为24.4% 23.4%和21.4% 张建峰介绍 奥克斯在互联网渠道的销量有优势 格力在年终68电商促销的关键十点举报 或对奥克斯空调销售产生一定影响 此外 举报时间与今年以来空调市场竞争加剧分不开 用户林先生表示 企业之间互相监督有利于行业发展对于消费者没有坏处 乐见其成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